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支影片要帶你們看 在黃山女之後出的下一個俠客 好啦答案揭曉他就是黃曜師 黃龍的爸爸 東邪 那一樣我們來順序一下 開服第7天到第14天出的是小龍女 然後第21天到第28天出的是獨孤 第35天到42天是郭香 49天到56天是黃山女 然後第63天到第70天就是我們現在出的黃曜師啦 那基本上這一次的活動商店 出的東西跟上一次黃山女的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上一次的那個限時招募 假如說你不想要招募黃山女想要給黃曜師的話 這次一樣可以用 然後一樣我們這次會有 這個一元寶買15個黃曜師碎片的活動 只要你連續7天隊友來這邊購買的話 就可以免費獲得一個黃曜師 這個記得一定要拿 因為拿這個就相當於拿到一個專武的屬性 然後援包禮包我是建議買了 因為你可以用到其他俠客上面 當然這個也是自己援包的使用情況 只要記得左邊一定要買就行 其他禮包就是課長級的禮包 如果你是課長的話再去考慮購買那些 左下角一樣有這個累積使用 限時招募令可以獲得更多限時招募令的活動 那就量力而行吧 我們這集就主要來看黃曜師的技能吧 首先他是射雕的 然後職業是氣 又一個氣的 神話英雄 然後我們接著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直接看生平後的好了 首先他花精一重 他在場的時候 敵方全體受到持續傷害會增加20% 那這個的主要搭配就是我們的南帝伊登 因為南帝伊登的技能 有給持續的內功傷害 那除了這個伊登大師以外 比較常看到的搭配就是配合 吸毒 歐陽鋒 因為歐陽鋒有中毒的傷害嘛 毒隊也是可以考慮放上黃曜師的 而且他也是我們毒隊核心 歐陽鋒的重要傳攻角色 但是實際上黃曜師 目前在入服的使用率 並不是特別高啊 好我們接著看一下他的其他技能吧 他的主動技 若因神劍 可以打 敵方全體傷害 之後 給敵人掛上內傷這個狀態 持續兩回合 這也是為什麼比較常看到黃曜師 去搭配伊登的一個原因啊 再來第二招 曜師絕技 攻擊有機率觸發 驅散自己和友方俠客的中毒 還有內傷狀態 有了這招之後 黃曜師在打 毒隊的時候 他會起到蠻關鍵的效果 因為常常就可以驅散自己的負面狀態 但是如果對方沒有 中毒或內傷的 技能的話 就等於浪費了一個技能啊 再來他的成名絕技 彈指神通 這一招可以打敵人的前排 打完之後會有機率造成風血的效果 風血的意思就是那個角色他不能格擋不能閃避 而且沒有辦法觸發技能 那什麼是觸發類技能 基本上很多都是觸發類技能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中毒 內傷 外傷 或者像林昭英的 生平天賦 敵人倒下後自動釋放技能的這招 或者林莫崇的 魅惑 石化 還有伊登大師的復活 他只有概率觸發那就是觸發技能 所以這招超級強 唯一的問題就是他只有40%的機率觸發 而且 只能對敵方前排觸發 然後只有兩回合 加上這幾個限制之後瞬間就覺得也沒有那麼強 好吧他的最後一招 預銷劍法 開場的時候會增加自己的內功增傷跟內功減傷 普普的技能一個 接著來看他的專武 他專武給的兩個屬性都是增加自己或恢復自己的怒氣 只要他的普攻或者技攻 都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讓自己的 迴怒變得比較快一點 然後專武給的全體屬性包括全體格擋 全體血量 全體破格 還有全體爆傷 我覺得爆傷跟格擋都是比較好的屬性 所以 千萬不要忘記每天去買一個 黃曜師的碎片 最後說一些 入服常見到的 黃曜師搭配吧 黃曜師主要是進到獨隊 然後換下的是獨隊剩下唯一的傳奇角色天竺 配合歐陽鋒 趙明 紅旗公 還有周伯通 其中趙明可以換成一登大師 組一個五角的組合 好像也有人是拿黃曜師配合張無忌跟王重陽的 不過這麼配的人比較少 比較多都是進到一登的隊伍或者歐陽鋒的隊伍裡面 好吧那這一集 黃曜師俠客的介紹就差不多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你認為有什麼你可以補充的 或者我有哪裡講漏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拜拜 等等記得按讚訂閱我之後再離開 拜拜